许久未有更新社交网 的陈竹音突然于7月30号 自曝患上癌症 消息曝光之后 引来诸多网友的关注 同时 陈竹音也发出控诉 他认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就医 因为系统问题 会耽误不少事情 浪费宝贵的时间 无奈之下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控诉 今年2月份 身为无打演员的陈竹音 祖籍河南 与相恋多年的山东男友正式结婚 因为事业的发展 两人并没有在山东定居 此后的时间里 陈竹音一直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并将根扎在了大陆 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6月底 陈竹音还在视频账号上开心 官宣获得大陆社保卡的画面 场面温馨且充满了感动 他自豪地表示 再也不用担心台湾的健保卡警告了 也不用担心人在大陆生活的时候 身体出现毛病 虽说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但在就医的过程中 因为台胞居住证并不是身份证 所以系统在识别的时候会很难 由此导致陈竹音的就医过 曾出现了许多问题 除此之外 陈竹音还透露挂号两次都被拒绝 现场挂号的窗口人员态度极差 基于这样的原因 陈竹音表示 并非要求优待待遇 只是希望能与大陆同胞享有 同等就医的权利和使用数字 画平台的方便性而已 从陈竹音晒出的当天画面来看 围棋办理的医生态度还算不错 但因为医保卡与身份证挂钩 所以在系统上输入不了 挂不了号 于是便建议他到礼拜一再来医院 因为那个时候卡不线号 另外 陈竹音还表示自己见证 了为人民服务的祖国 所以爱上了这样的祖国 即便有人对其酸言酸语 也没有动摇他内心的坚定 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归祖国 谁诈说都无法改变 谁都无法阻止 陈竹音也在微博上法 常文讲述这件事情 以及后续的结果 据其透露 此事过后 河南省对台办公室 河南省肿瘤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都纷纷致电关怀 如此正面态度也是让 陈竹音被感欣慰 动态的最后 陈竹音还表示 我想杂根祖国 在祖国生活直到老死 我必须趁自己还不太老实 了解如何能在祖国就医 其实系统的完善并不是 一下子就能够做到的 只有发现问题 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毕竟并不是所有事情 都是那么圆满的 1980年 陈竹音出生在基隆的 一个书香世家 父亲和爷爷都是柔道运动员 因此陈竹音也爱上了 武术原本幸福的家庭生活 由于陈竹音和姐姐 陈竹君 受到了亲戚的狼爪而改变 父母互相怪罪 感情失和 于是离婚了 陈竹音跟着妈妈生活 姐姐跟着爸爸生活 那一年 她只有六岁 后来 爸爸再婚 娶了继母 一次 陈竹音的妈妈因为肿瘤住院 在爸爸家生活过一段时间 继母经常让姐妹两罚站才给饭吃 还故意说了很多坏话 妈妈出院后 才带走陈竹音 陈竹音上中学的时候 姐姐陈竹君确认患上了幻听性精神病 为此 妈妈把姐姐接回来和陈竹音住了两年 父母又因为姐姐患病的事互相怪罪 妈妈扛不住压力 扔下两个女儿 独自一人前往美国 那一年 她只有十六岁 陈竹音上大学时 妈妈回来过一次 找到了陈竹音 但没有去看望大女儿陈竹君 从此 陈竹音心凉了 对妈妈开始失望 陈竹音大学毕业的时候 姐姐陈竹君不小心怀孕 生下了孩子 奶奶照顾不了一个精神病患和一个小婴儿 于是姐姐被送进了龙发堂 一个收留精神病患的庙 这时 父亲的身体也很不好 陈竹音本想去照顾 但遭到了亲生母亲的嘲笑 她为了发泄 竟然把八厘米厚的玻璃门踢破了 不到两年 父亲逝世了 2018年 因为爆发传染病 龙发堂被强制关闭 姐姐陈竹君没有得到及时妥善的安排 失踪21天后身亡 陈竹音就读于台大日语系 后到东京留学 这期间 陈竹音找到一份日气的工作 认识了她的前夫 于是相恋 结婚 生子 婚后 可能因为工作不顺 心情不爽 孩子吵闹 前夫经常发脾气 甚至打孩子 一次 陈竹音想要制止前夫打孩子 结果不小心被她打到脑震荡 刚开始 陈竹音选择了原谅 但不到半年 前夫再一次动手打了她 于是决定离婚 在儿子六岁的时候 陈竹音想带儿子回娘家 却遭到了前婆婆的极力阻挠 前婆婆是出家人 还要让陈竹音的儿子也出家 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陈竹音努力了一段时间 但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 最终还是放弃了 自此以后 陈竹音失去了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机会 每次见孩子都要被盯视 日气的工作 陈竹音在离婚前就辞掉了 后来 陈竹音成了一名武术特技演员 做过陈奕涵和汉舒奇的替身 跳楼 跳车 跳水等危险的动作 他都做过 2013年 陈竹音决心离开让他心碎的宝岛 去香港发展 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 一名台前的演员 甚至想当导演 2016年 陈竹音参与拍摄电影 据齿沙 认识了一个比他小九岁的山东男孩 两人交往后 了解了彼此的过往 互生情愫 但陈竹音因为离婚有孩子 没有勇气跨出那一步 但这个男孩反而更加 心疼陈竹音的遭遇 自此相识相爱 2019年 陈竹音跟随剧组去深圳拍戏 第一次踏上大陆 陈竹音深深地爱上了这里 决定来大陆发展 2020年的9月 陈竹音和男友定居江苏延城 找到一份翻译的工作 2021年的4月份到6月份 他参与 绝地追击 电影的拍摄 和演员欧豪合了影 在大陆生活的日子 陈竹音感受到大陆同胞 跟台办的支持 照顾 觉得大陆更像他的家 2022年2月6日 陈竹音发文 表示自己已经准备着手办理 把台湾省户籍签入大陆户籍 放弃台湾健保 2022年2月22日 陈竹音领政结婚 正式成为山东媳妇 开启了新的生活 台湾艺人来大陆发展 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体现 相信陈竹音在屡遭不幸之后 会在大陆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